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挑選暗泡鐵板最佳時機 減少打跪機遇 常常會聽到有些人從玩暗泡鐵板開始 玩好幾個月都還沒中過魚 我覺得那不是技術的問題 是做釣的時機和地點真的沒有魚 在沒有魚的時候 你再怎麼厲害都是沒有用的 認真要說明起來可能會講半個小時以上 所以這集我就分五大重點來簡要的說明 希望你們參考完這支影片後 讓你們大大增加重魚機率 我先從簡單的開始說明 首先第一個重點是地點 暗泡鐵板最主要的釣後目標就是回遊魚 如果你暗泡的釣點不是回遊魚會經過的地方 經驗再老到的釣手也不會釣到任何東西 所以多收集實際可以釣到回遊魚的釣點情報 那這些釣點情報呢 可以到釣具店問問看店員 或是參考相關的YouTube影片和FB社團的PO文 如果要到完全陌生的釣點 也有一些基準可以判斷釣場的好壞 好的釣點通常會有這幾個共通點 面向廣闊的外海 水域流通 足夠的水深 有流水 有鵝魚 我就接著說第二個重點 鵝魚 為什麼回遊魚要這麼辛苦順著洋流環繞大海呢 就是為了尋找大量的食物 回遊魚主要的食物就是鵝魚群 如果你到一個完全沒有小魚的釣點 那這些回遊魚也就沒有必要在那邊停留 所以要釣貨的機率就非常的低 如果有釣到也是因為運氣好 剛好有回遊魚路過而已 有幾種方法可以觀察水裡有沒有鵝魚 第一個就是很直接的戴上偏光眼鏡往水裡面看 第二個就是觀察你視力範圍內的海域的水表 有沒有一坨水波紋比較細雜的區塊 那就是有可能有鵝魚群在水表 第三問問看身旁的基調科釣到什麼小魚 通常回遊魚喜歡吃的鵝魚是提科、深科或匪科等等 這種會群聚的小魚 第三個重點就是時間 有一個說法是回遊魚通常會在早上吃掉整天所需食物的七層 所以在剛開始要天亮時的早晨 也就是母光 會有比較大的機率遇到想要獵食的回遊魚 但也不是說其他時間就釣不到 主要還是看回遊魚有沒有在你的釣點附近 並且是想要獵食的狀態 那在天黑前的黃昏也是很好的時間帶 等到天黑後 回遊魚就會到叫聲的海域 這時候就可以改掉其他目標 例如海爐、白帶等等 第四個重點就是潮系 海洋會因為月亮和太陽的引力 在一定週期產生長潮和退潮 這稱之為潮系 這是影響海洋生物的活性和生態非常重要的一環 潮系也有分大潮、中潮、小潮、落潮、長潮 那以安拋鐵板來說的話 我們把重點放在大潮和中潮就可以了 因為大潮和中潮的潮差較大 對於回遊魚來說 靠岸的機率相對提高 再來可以參考這張潮系表 基本上長潮和退潮一天各有兩次 釣魚前一天先看一下潮系表 立定安拋計劃 滿潮前的兩個小時是黃金時段 因為這是回遊魚靠岸機率最大的時段 比起抹光或是黃昏 我會比較看重潮水 如果抹光時段的潮水不好的話 我會直接捨去抹光 因為睡法比較重要 雖然母光和黃昏是海洋生物活性較高的時段 但畢竟我們按拋來說的話 魚不在岸邊你也釣不到 所以最完美的時機是 長滿潮的兩個小時 又剛好在母光或是黃昏的時段是最棒的 為什麼是長滿潮的兩個小時呢? 因為以小魚的習性來說 會沿著潮水的方向游動 長潮的話也就等於潮水是往岸邊靠過來 小魚就會跟著進來 大魚跟著小魚靠岸到我們岸方距離的範圍內 長滿後開始退潮的兩個小時也是不錯的時段 因為這時候河口或是岸邊的小魚會往外海流 這時的回遊魚就很有可能會在附近伏擊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種習性去攻略 在最滿和最退的時候 是潮水靜止狀態 大概會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魚的活性是非常低的 我們釣課就可以稍作休息 等到潮水開始動的時候再開始做掉 再補充一點 滿潮前的兩個小時 又同時是黃昏時段的話 按拋木蝦種卵絲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各位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最後一個重點是眼觀八方 很多人以為按拋鐵板就只是盲目的一直拋一直讓就對了 其實並不是這樣 我們可以觀察到很多跡象去判斷 哪邊有魚的機率高 例如從水面看得出流水在哪裡 就是觀察潮木線 如果看到水面有潮木線 就盡量往那邊丟 因為那邊有很多浮游生物在裡面 就很有可能會有鵝魚去吃那些浮游生物 大魚再靠過來捕食這些鵝魚的機率就很大 還有像水面很多泡沫或是垃圾聚集的區塊 底下也會有很多浮游生物 所以要時常觀察周遭的水面去判斷 往那裡丟鐵板 好啦 最後要講一些無關緊要的結論 我認為按拋鐵板是一種休閒 我常常自己出來釣的時候 沒想這麼多什麼流水潮汐之類的 只是想看著大海泡泡桿 攘一下鐵板 只是放些壓力就很開心了 不一定要釣到什麼魚 就算釣到魚大部分也都放回去 體驗到拉魚的樂趣和種魚的成就感 對我來說就夠了 也希望各位想要開始玩按拋鐵板的觀眾們 能夠更能體會這種釣法的魅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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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溜一下 等一下 OK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了有了 中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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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和小鈴鐺喔 謝謝